嚇人憂鬱症發作 剁下指頭炒菜吃 最新澳洲精神醫學期刊 刊出一起罕見病例 紐西蘭基督城一名28歲男子 因憂鬱症發作 竟然切下自己的小指頭炒菜吃 這名男子因情緒低落 竟然用鞋帶綁住左小指 拿刀切下 放入鍋裡跟蔬菜一起煮 接著吃進肚子裡 隔天他甚至打算再切兩根手指頭來吃 但遲遲無法動手決定去看醫生 才診斷出罹患中度憂鬱症 由於他先前沒有暴力傾向病況 因此被呼視 醫學報告指出這種吃自己的罕見行為 全世界僅有8起紀錄 東新聞總和報導